大家好,今天是2022年1月25日 我们继续来预测特斯拉的股价 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 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月2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904.76 收盘价是930 盘中最高是到达了933.51 最低是851.47 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辅值是达到了82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 5均、10均、20均以及60均均线线值的下方 并且收盘价低于前一日的最低 但是收盘价是收在120日均线值的上方 盘中出现了新低 851.47 量 当日的成交量是5079.17万股 是前一日的1.4倍量增 KD值 快线方向转折向上 开口合拢 MACD 开口增大 双线继续下行 那出现了更长的滤柱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K线信息 那2022年1月24日生成的这个K线呢 是一个典型的锤子线 锤子线的定义呢 是下影线很长 至少是实体的两倍以上 小的实体在K线的上方 实体可以是红K或是黑K 那在下跌的走势当中 在下跌的低点出现这样的线形 被称为是锤子线 好 那么锤子线的特性呢 是这样的 那它出现在低档 代表啊 空方啊 有止跌的现象 那股价下跌到最低点 然后出现了上拉的多方力量 最后呢 收盘 股价被拉回到接近开盘价 好 我们看看当日的分时图 当日的分时图 我们会看到 它是跳空的低开盘 然后股价迅速被空方打压到最低点 那这时候出现多方的力量 股价被拉回 但是在当天呢 多空双方是 拉距是比较激烈的 那股价又被打回到最低 然后慢慢的回升 最后收盘价收在了开盘的上方 那么我们也会看到 从分时图这个股价走势啊 也非常符合这个锤子线的特性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锤子线的寓意 刚才从这个分时图啊 我们可以看出啊 当天的走势啊 空头的这个走势遇到了阻力 那下方啊 出现了多方的力量介入 那并且呢 收盘收在这个开盘价的之上 形成了一个红K 这代表啊 多方啊 可能要反攻 但是这样的K线呢 它需要次日的走势啊 来确认 也就是说 它的反弹是否成功 好 那么锤子线呢 我们总结了是三个寓意 首先第一个寓意 就是如果在锤子线的次日 出现了跳空大涨 那么空头的格局啊 或者空头的趋势啊 将被迅速瓦解 第二个寓意 那在低档的锤子线 如果在当天出现了大的量 或者说是在锤子线的前一天 也抱有大量 那如果次日出现高开向上 那几乎就可以确认 这个股价将转折向上反弹 这是第二个寓意 第三个寓意 就是这样的一个锤子线 在低档 如果也遇到了 这个重要的支撑 或者说是在重要的支撑位置附近 那么 我们视为这样的一个锤子线啊 在是一个打桩的一个长厅 嗯 那如果 也就是说 后续继续出现一个打桩的锤子线呢 那容易形成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反弹 好 那以上呢 是锤子线的三个寓意 接下来啊 我们结合1月24日出现这个锤子线来分析一下 首先 这个K线的位置 那它是在一个下跌的低档出现 嗯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强调一下 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线形 如果不是在低档出现 而是在一个上升的高档 那么 它将不会被称为是锤子线 而是被称为是吊人线 嗯 那么如果是那样的话呢 这个吊人线和锤子线的寓意是不同的 所以这样的线形只有在低档的时候 对 我们才会称为是锤子线 嗯 这是它的一个位置 那第二一个 这样的一个锤子线啊 我们会看到 呃 它还 还是在一个重要的支撑位置 我们会看到 它 跨越了这个 120日的这个均线值 但是呢 在盘中 它的股价呢 是跌破了120日均线值 嗯 好在呢 收盘是收在了120日均线值的上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锤子线并没有跌破这个支撑 那并且呢 我们还要看到一个信息 下方的最低是851.47 嗯 那我们把现在的这个K线图啊 缩小 对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 在2021年10月15日到10月18日 这有一个跳空的缺口 我们会看到这个缺口的上延是851.47 那我们在1月24日当日的最低也是851.47 也就是这个最低价是准准的踩在了这个下面缺口的上延 这个851.47 嗯 那么 如果这样的锤子线呢 是出现在一个重要的支撑位置上 嗯 并且没有跌破它 那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打桩的一个锤子线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信息 那1月24日生成这个锤子线下方 我们会看到当天抱有大的成交量 因此啊 我们足可以确定 如果今天开盘以后 是一个高开向上的一个趋势股价 嗯 那么即可确认是一个这个反弹 就股价在近期会反弹向上 可以确立 好 那么 以上呢 是我们解读的当日的这个锤子线的信息 嗯 好 那么 呃 我们在预测今天的股价之前啊 我们先来把我们现在这个K线图上的趋势线 我们先做一下调整 嗯 我们会看到124日当天啊 出现了新低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要把这条线啊 移下来了 好 好 那这条线移下来以后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 原来也就是在昨呃 前一天我们判断的时候 是头头高 然后是底 底高 那多头还是呃 还是一个多头的形式 当1月24日出现新低以后 我们会发现它变成了一个头头高 底底低 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喇叭口 啊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这个多头的趋势啊 就被打破 好 我们再来改一条线 把这个低点移下来 对 好 如果我们把这条趋势线也划下来了以后呢 我们会看到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这是一个多头的回档 回档当中出现的一个头头低 低低低 那24日出现新低以后 那么头头低低低低 这一个下行的通道更加被确认 所以呢 接下来 哎 我们在看这个股价的时候 好像有可能 哎 是不是这股价有可能就会下行了 嗯 但是呢 我们1月21日出现的这个锤子线啊 这是一个典型的变盘线 就是变盘的讯号 但它不能确立是变盘 嗯 要呃 在1月25日也就是 今天开盘以后才能确立 好 那 首先 它是一个变盘的讯号 然后还有一个信息 就是我们看到它的最低是 851.47 嗯 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价格呀 准准的踩在了下方这个缺口的上眼 也是851.47 那我们认为这绝不是一个巧合 嗯 绝不是一个市场行为 是还是有一股力量在在控制着这个股价 嗯 好 那么 今后这个股价的走势呢 我们是这样理解的 如果是出现一个变盘的讯号 并且呢 我们认为可能有人在控制着这个股价 嗯 那我们就要观测 这个股价在后续的走势当中 能不能突破 我们画的这条 趋势线 这条线的 这个上景 这个趋势的上景线 那如果今后的股价在几天运行能够突破这条 金线 那有可能会首先会形成一个低 底高 然后出现头 头高 甚至说是这个头 头高 那么才能建立起来一个新的多头的趋势 否则 如果不是这样的现象 那股价在这里出现变盘的信号以后 那一旦碰上我们画的这个上景线啊 如果股价不升反降 那有可能就会确立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画的这个下行通道 可能就会被确立 或者说是叫更加确立这个通道 好 那 有可能我们以上的解读呢 是一个过渡的解读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预测一下今天特斯拉股价的走势 那我们认为 是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是 股价会继续打桩 然后呢 把它显示出来 也就是继续打桩 回补下面的这个缺口 嗯 那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今天会是低开盘 然后股价会最低会测试到九百八百四十三 这个点 嗯 然后收盘会收在九百二十附近 嗯 然后最高会到达九三零 对 形成这样的一个 呃 再生成一个锤子线 好 那第二个可能 我们认为股价会反弹 如果是反弹 股价 会被高开盘 然后呢 最高会测试到九百九十五 然后收盘会收在九百七十二附近 嗯 最低价会下滩到九百二十 好 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今天股价走势的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